修旅车开出巷口 杀了左方 执行吊车根本没刹车 突出的吊臂狠狠插进车门 整辆修旅车被往前推转好几公尺 钢板几乎被戳穿 安全气囊整个爆开 驾驶得用力倒车才能分离 吊臂拔出钢板断裂声 让爱车人士心动躺血 惨遭撞击的高级修旅车 号称路上头等舱 吊价350万起跳 24号下午一点多从巷口左转 却碰上执行吊车撞烂车门 索性车上三人毫发无伤 维修费恐怕破百万 但另一辆名车变临直接报废 敞篷车高速奔驰 没想到过弯失败 驾驶把方向盘打死 但车辆撞向山壁 整辆车瞬间旋转翻覆 男子也被离行力狂甩 颈部受到强烈撞击 几乎失去一事 失控撞山的S2000 属于本田的敞篷性能跑车 2009年已经停产 目前全台仅剩不到50台 车迷心碎知乎 撞一台少一台 南投这名驾驶 疑似国外转向不足 跨越双黄线冲到逆向 当场把对象骑士撞飞 摔进山沟 左推骨折伤势严重 网友看了气得大骂 穿过驾驶这方向盘有转吗 13台夸张这算杀人了吧 山区道路9万18怪 还是得小心慢行 避免发生意外 记者最后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